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 41岁朱姓台商常年于对案经商 因工作压力大案上毒瘾 本月返台探亲 趁住休假空道向松一下 桃园市平镇警分局接获献报 今凌晨执行安居专案毒品查期 在朱南自宅内起出6公克高纯度氨非他命 朱南坦诚长期吸毒 却只赶在台西时 因怕在中国落网会遭判重刑 让人办远景提笑皆非 朱南碑有公共危险前科 常年往返中国 台湾从事贸易工作 他向警方公称 若在中国吸毒被抓会遭判重刑 听说最严重还得接受思想教育 让他不敢轻易尝试 在中国期间都得强人引头 回到台湾才敢解放 为了这次竟被抓个正主 警方经长期搜证 不现 确定献报警之后 今天凌晨一点许 趁朱南返台休息空档发动搜索 从其衣柜内起初放置于精品包装盒 内的安非他命毒品 警方表示 朱藏匿的安非他命并不常见 为高纯度结晶快壮 要价不菲 经稀释后可供多人使用 朱南便称不小的贩卖源头 讯后警方将朱南依毒品罪嫌疑送桃源的检署侦办 并持续追查该毒品来源及流向 警方另呼吁 暑假期间正执行安居专案要将毒品赶出民众生活圈 呼吁民众配合 发现可疑人车立即报案 优优独播剧场上